女孩吻了老师 可老师却推开了她 她告诉女孩 接吻这种事 只有爸爸妈妈才可以做 老师的拒绝 让女孩颇为难堪 也在她心底 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面对院长的询问 女孩撒了谎 说老师对着她脱下了裤子 听着女孩的描述 院长满脸不可思议 可思存许久 她还是相信了女孩 因为一个孩子 根本无法描述的这么具体 殊不知 女孩所谓的描述 只是她在哥哥的电脑上 看到的画面 而女孩的一句谎言 将彻底改变男人的命运 卢卡斯是镇上的老好人 男人的每次聚会 他都是焦点 幼儿园的孩子 也非常喜欢这个老师 他会给男孩擦屁股 也会将迷路的女孩送回家 恰好又新交了个女友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就在他精神满满的来上班时 却被院长叫到了办公室 院长十分隐晦的 将女孩的控诉告诉卢卡斯 卢卡斯满脸的不可置信 卢卡斯给你看了什么吗 女孩犹豫许久 但还是点了点头 之后的每个问题 女孩都以点头回应 沉默寡言的形象 与犹豫许久的回答 都让心理咨询师误以为 这是女孩的创伤反应 可是没人知道 这沉默的时间 与频繁的点头 都只是女孩心虚的表现 在评估完成之后 院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必须立刻 马上通知警方介入 院长单独叫来了女孩的母亲 将女孩可能遭到侵害的事情 告诉了他 刚开始 他也觉得女孩在撒谎 可女孩描述的却有那么真实 无法接受现实的母亲 只能呆呆地愣在那里 在幼儿园的家长会上 院长将卢卡斯的罪行公之于众 并请求家长们 近期一定要仔细观察孩子们的反应 如果有异常情况 就说明他们遭受过侵害 卢卡斯被电话惊醒是儿子打来的 本要来看父亲的他 却突然被母亲禁足 因为院长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前妻那里 卢卡斯只能安慰儿子 不要相信那些留言 第二天一早 卢卡斯就找到了院长 可院长却直接逃走 面对卢卡斯的呼喊 他没有一丝停顿 卢卡斯想要继续解释 却被院长大声喝止 他觉得卢卡斯恶心至极 竟然能做出那种事 卢卡斯怒斥院长 不该将这种事告诉他儿子 他这是在毁坏他人的家庭 可在争辩的时候 院长怒火攻心 不小心说出了女孩的名字 还没等他继续询问 一个家长就拉走了卢卡斯 甚至还直接动了手 他一直在驱赶卢卡斯 自以为是的保护着孩子们 卢卡斯从幼儿园离开之后 就来到了好友家 他想问问女孩到底说了什么 为什么要撒谎 可在好友眼中 卢卡斯的所有行为都是狡辩 说完这些 好友就开始痛哭 不知是因为女儿的悲惨遭遇 还是来自于自由的背叛 可不管卢卡斯怎么解释 好友都不肯相信 经常路� admire了天后 � «罢凭取下相机》 就一载时 好友就走出方 出手 鴻,我不能坐在这里和你谈讨论 你出发了 滚了,我真的不能坐在这里 在这样的情景, Lucas只能起身离开 可以去在门口,被好友对待在墙上 如果你是我的小伙伴,就会他们拒绝 就会他们拒绝 就会他们拒绝 就会把他们拒绝,就会把他们拒绝,就会把他们拒绝 即使好友如此对待自己 可以面对走出来的女孩 Lucas还是亲爱的大伙招呼 还没让好友反应, Lucas就趁机逃了出去 女孩在母亲的怀里,缓缓说出了真相 可母亲却在沉默片刻后,耐心地给女孩解释 在她心里,女儿一定是因为巨大的创伤 让女孩选择了忘记 而这,就是创伤后应急障碍症 现在的这种情况, Lucas以往对孩子们的悉心照料 都成了他猥亵孩子们的证据 像是一只只黑色的小手,将他缓缓地拖入了深渊 甚至连挚爱的女友也开始怀疑 房门打开,那个撒谎说自己侵犯了他的女孩 就站在门口 虽说 Lucas的生活已经被眼前的女孩毁掉 可面对敲门的女孩,他没有任何愤怒 只是小心地确认了四周 耐心地询问来意 女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谎言带来的后果 女孩并没有意识 女孩无辜地看着卢卡斯 让他感到一阵心软 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不能把所有错都怪在他身上 卢卡斯伸手想要问些什么 可他却飞快地躲开了 眼泪滚滚落下 脸上满是惊恐 卢卡斯艰难地咽了口痛 望着女孩无辜的眼神 再多的话也没能问出口 送走了女孩 女友的表情开始变得古怪 犹豫再三 还是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你触碰那女孩吗 你不是一个疲惫的人 洛克斯眼泛泛红 竟最亲近的女友都不信自己 他开始变得失控 然后就不顾一切地将女友扫地出门 失去了全世界的信任 洛克斯几乎变成了废人 好在儿子的及时出现 把他从颓废的生活拉了回来 随着儿子的到访 他的叔父也紧随其后 他为洛克斯鸣不平 发誓要帮他找出证据 可现实的打击 总是接踵而来 男孩来超市购置日用品 却被老板叫住 男孩愤怒地看着老板 质问他凭什么这样做 老板却一脸平静 让他赶紧离开 刚刚还笑盈盈地收银员 也没敢帮他说一句话 男孩看穿了他们的冷漠 只能离开了超市 刚到家门口 就看到父亲被警察带走 警察留给他的时间 也只能亲吻一下儿子的口头 男孩出门时 忘了带钥匙 父亲走得匆忙 也没有嘱托 他被锁在了自家门外 思来想去 男孩只好来到了 父亲的好友家 男人看到来人是他 惊讶地一时说不出话 半想他挠了挠头 还是把男孩请进了屋里 屋子里正在举行聚会 大家见到他表情各异 儿人躲开人群 与男孩小心沟通 儿子要求和女孩单独谈 遭到了所有人的拒绝 他马上质问女孩 为什么要撒谎 女孩却说自己没有撒谎 男孩立刻激动起来 拉住他不让他离开 他过激的举动触犯了重弄 一个高大的男人将他推出房子 激动的男孩竟无视实力差距 给了男人一巴掌 男人见状 像抓小鸡子一样抓住男孩 左右开工 将男孩打倒在地 他急了上来 想要继续行凶 幸好有朋友上前制止 这一刻大家好像都忘记了 他也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男孩带着满脸伤痕来到了叔父家里 餐厅里还有几个男人都是父亲的好友 他们聚在一起 为的就是父亲明天的听证会 孩子们的口径一致 甚至详细描述出路克斯家的地下室 但今早警察搜查房子 男孩一觉醒来时 父亲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他早早来到门口等候父亲 路克斯有警车护送 一下车就与儿子紧紧拥抱 好友几人躲在窗边 欣慰地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一切都一如既往 仿佛所有质疑都被法律平息 父子俩正在厨房开心地聊着家常 路克斯甚至还有心思 劝儿子尽快找个女友 面对这未曾设想的情况 路克斯抄起一根木棍 打开家门 想要确认凶手 却什么人也没看到 只发现门口有个塑料袋 他小心地上前确认 发现里面居然是养了多年的狗子 他深吸一口气 想阻止冲上来的儿子 可儿子一把推开了他 在大雨中 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狗子 法律已经将清白交还给他 但人性却依旧没有放过他 男人来买肉 可屠夫却不耐 并且叫他滚出去 屠夫擦了擦手 直接一拳 就将男人打倒在地 经理没有一丝歉意 反而是叫人把他架了出去 看着人们一样的目光 他决定要回自己的东西 要回那一份遗失的尊严 可超市员工却把他按倒在地 对他拳脚相加 当大家打够了打爽了 再一把把他扔出去 他艰难地起身 沉思两脚 然后便顶着满脸的鲜血 走进了超市大门 他一下就撞翻了猪肉了 结果自己买的东西 来到吧台结账 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 当他一蹶一拐地走出超市 昔日的好友发现了他 而他落得如此地步 全因为好友女儿的一句谎言 不知是心虚还是愧疚 好友慢慢地低下了头 男人在黑暗中沉思了许久 好像下了某种决心 他洗去鲜血 穿上正装 甚至连鞋带都一丝不苟 他看着镜中的自己 干下了一杯烈酒 然后来到了镇上的教堂 平安夜这天 居民都会来到这里祈祷 曾经的他也是这样 看着他蹒跚的步伐 众人心生怜悟 可在想想他做过的事 又唯恐避之不及 在主教祈祷时 男人转头看向好友 看向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俩人就这么遥遥相望 看了很久很久 幼儿园的孩子们要唱诵诗歌 来祝福伯克利的孩子们 一股委屈的情绪涌上了男人的心头 他也是在这片土地城上 如今却落得这副模样 他看着那个撒谎的女孩 不禁泪湿了眼眶 可再次转头 好友一边看他 一边与妻子窃窃私语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为什么还要在背后议论 当委屈的情绪到达顶点时 他再也无法忍受 站起身 向昔日的好友走去 你不outh了吗 你不疯略了吗 你不偷扯了吗 你不疯略了吗 当委屈子的 看着那个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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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好友在女儿的床前哭泣 她大地是明白了 男人是冤枉的 女孩在这时 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酒吧买的事 你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好友点了点头 给女儿盖好被子 拿上一杯酒 插上两块熟肉 好友轻轻碰触 男人就瞬间惊喜 看来她最近的日子很不好过 二人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静静地看着彼此 可就算好友没说出道歉 男人也选择了原谅 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之后 大家都好像遗忘了那件事 与男人亲切地握手相拥 甚至特意从大老远赶来 参加男人儿子的成人礼 那是一把硕硕发光的脸枪 仪式在众人的欢向和歌声中结束 好友的女儿因为讨厌格子地板 请求男人帮她 她稍稍犹豫 就抱紧了女儿 好在结果是好 父亲带着儿子上山打猎 可却不知不觉 与儿子走散 突然的一声枪响 险些要了男人的命 男人拉栓上膛 就在男人命悬一线时 那个人却顶着夕阳转身离开 至此全篇结束 大多数情况下 通过诱导的方式 成人能从孩子的口中 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信息 所以关键问题是 大人想得到什么 而不是孩子说了什么 孩子的恶 源于无知 而成人的恶 却发于偏见 道听盲从 对恶的无反思 不推挤 不自知 无名者往往善假正义之志 无不高举道德行具 颇份杀人的最大恐惧 是谁也无法预知 这冤假错 何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家庭对于孩子 远比学校教授的内容重要 清文老师是模仿父母的爱 而对于未知的幻想 则源于哥哥的言传身教 最后那一枪 我没有看清那人 但我却能看到 他在制高点 他在阳光下 一枪 一档 三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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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淡